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美东时间9点左右 基辅被多发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 在我录制期节目的时候 乌克兰第二大的城市克里威里克也出现了爆炸 看来俄乌战争进一步升级 同时 在推特上 俄罗斯的外宣机器人疯狂启动 导致泽兰斯基是个战犯变成了推特热搜 他的热搜排行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 超越了最火的龙族前传电视剧 大家说 把人家国家炸了 还同时说这个国家的总统是个战犯 这荒不荒谬 下面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和视频 华盛顿邮报驻乌克兰站站长 Isabel Kershulian在美东时间9点42发推说 今天感觉就像战争的第一天又重新开始了 基辅受到攻击 人们在地铁站避难 普京公布更多威胁 泽连斯基在办公室外向乌克兰人讲话 在美东时间早上10点42 Isabel再次发推说 现在 在克里威里赫听到了新的爆炸声 下面 我们来看看当场的一些视频 这位网友Ed Mack在美东时间9点23发视频并说 今天早上来自基辅的一位朋友 基辅独立报发布了地铁波罗区域中心被轰炸的视频 推门说 其中一枚导弹落在一辆载有平民的公共汽车附近 有幸的是 车上的所有人都火了下来 我们来看看当场的视频 报道乌克兰新闻的媒体 Teksti在美东时间9点01分发推说 当乌克兰人今天在基辅地铁 躲避俄罗斯导弹袭击时 他们正在唱乌克兰民歌 他们的精神是自由的 牢不可破的 推友Glasnost Gun发了一条小女孩上学路上遭遇轰炸的视频 并发推说 世界你好 这是你女儿上学 上班 或者去购物的路上遇到的轰炸 这是俄罗斯针对基辅平民的袭击 这个小姑娘的恐惧和尖叫让人心碎 这位播主的推文是向整个世界呐喊 希望这个呐喊声能被全世界听到 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完这些视频后有什么感受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前不久 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分别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恐吓 虽然如此 美国政府刚刚购买了大量用于核战争 或者核泄漏用的抗辐射的药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国会申报在10月8号报道 美国购买了价值2.9亿美元 用于放射性和核紧急情况的药物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战略储备和影响管理局 在周二发布的新闻稿中宣布 他从美国安静公司购买了罗米斯汀药物 作为长期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以更好的准备在放射性和核紧急情况后挽救生命 这个药物名字叫做N-Plate 可用于成人和儿童 旨在减少经常由辐射引起的不受控制的出现 此次新采购是在国际社会 对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担忧 日益增加之后进行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威胁说 他的国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取得胜利 并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 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在为疏散中心准备点化甲药丸 这有助于防止辐射吸收 为对该是有可能遭到的核袭击做出准备 美国官员称 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 华盛顿将采取果断的行动 并警告普京 他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各位观众朋友们觉得 普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 特别是看到今天早上战争局势升级后 大家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有点想准备这类药物呢 请在评论区里写下你们的看法 关于新冠病毒的溯源 首先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那就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知道了 这种新病毒的存在 财新网的一篇被404的报道 是除了中国政府之外 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时间点 那就是2019年12月 每日电讯报在昨天的一篇报道 完全颠覆了疫情发生的时间线 中国政府在2019年的8月到9月份左右 也就是第一例病例被确诊的前几个月 就开始限制出口防护服等个人防护设备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看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他的推文写 中国在向世界通报新冠疫情爆发的前几个月 就开始严格限制个人防护设备 例如防护服和口罩的出口 2019年8月至9月期间 中国对美国的防护设备出口下降了约50% 这一大幅下降为美国主要政府机构敲响了警钟 专家称 中国几乎同时也开始在欧洲 澳大利亚和美国购买全球防护设备的库存 为什么全球最大的防疫产品制造商 中国的防护设备出口供应量突然下降 这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新冠病毒出现的真实时间线到底是怎样的 时间线的改变也将严重挑战 大流行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 该市场于2019年12月出现了第一例病例 前美国政府官员Tom McGinn博士和John Hoffman上校 发现了这些异常现象 这两人一直不相信病毒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开始的 因此开始寻找另外的答案 在搜索了跟踪进入美国的货物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库后 他们注意到中国在疫情爆发的最初日期之前 就开始囤积个人防护设备 Hoffman上校说 你可以去看看大约三年前的进口数据 这不是正常的上下波动 两人将信息提交给国土安全部的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办公室 该办公室拒绝调查 称下降反映了正常的供应波动 然而 当Hoffman上校联系美国最大的医院网络之一 HCA医疗保健公司时 该组织证实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前国务院官员 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avid Asher表示 疫情爆发后 防护设备供应的短缺 也是由于中国政府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购买全球库存的防护设备而造成的 Asher博士说 这是中国采购的持续上升 我在国土安全部的同事 从生产防护设备的美国公司那里 听说了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 美国医院报告说 他们无法正常供应口罩、手套、防护服和护目镜 中国在2020年1月和2020年2月大流行开始时 抢购全球防护设备库存 并将其运回中国的运动 但该国从2019年8月和2019年9月开始的早期采购努力 让人质疑 中国政府是否更早地意识到了疫情的爆发 研究还支持了新冠比以前认为的更早出现的观点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2021年报告显示 一名意大利男孩于2019年11月被感染 米兰科学家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同一个月有一名妇女被感染 而英国的研究表明 疫情早在2019年10月就开始了 专家表示 他们对未能调查防护设备短缺的问题感到困惑 这种争论相当于掩盖事实 他们声称 从调查中获得的知识 不仅对了解大流行的起源至关重要 而且对保护公众也很重要 大家觉得 中国在2019年8月 新冠病毒的消息正式被公开的快4个多月前 就开始大量限制防护设备出口 和大量购买世界的设备 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没有可能中国在李文亮医生透风之前 就早知道疫情的存在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北京恢复了举办2022年北京马拉松比赛 参赛人数达3万人 比赛日期定在11月6号 这让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 和普通中国民众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20大后 中国将放弃清零政策 时间点可能就在11月初 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和西顿霍尔外交学院的教授黄延忠 在上周五写了一篇文章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可能撤出 清零政策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他的推理和结论 发布这篇文章的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推说 如果中国未能摆脱其清零政策 它可能会使该国面临 无休止的疫情和封锁循环 并威胁其长期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稳定 德国之声记者William Yang 总结了这篇文章 他的推文写 一旦20大闭幕 并且政治因素不再直接发挥作用 北京可能会开始改变 其关于新冠的叙述 并选择科学而不是政治 事实上 北京坚持清零政策的最终动机 是关于政治的日历 中共20大召开的日期 中国领导人没有试图 让国家官僚机构或中国社会 为结束清零战略所需要的主要政策支点做好准备 因此 尽管社会和经济成本不断增加 但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改变清零政策的本身 所有这些理由都进一步提高了 党代会结束后会发生风险的可能性 但中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 可能让北京别无选择 再加上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房地产危机 清零政策对中国的增长模式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根据清华大学郑一黄整理的数据 2022年上半年 有46万家中国国有企业倒闭 310万家民营企业倒闭 其中许多是由于疫情封锁限制而造成的 除了上海以外 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在2022年前7个月都出现了赤字 这些危险的赤字令人质疑 政府是否可以继续为清零政策提供资金 对中国商品的外部需求正在下降 中国企业已经报告订单下降 与此同时 由于该国许多地区出现少量病例 越来越多的地区被紧急封锁 但是 在最高领导层停止将病毒描述为生存威胁之前 不可能在清零政策上成功掉头 虽然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接种了疫苗 到目前为止 他们只接种了无效的中国本土疫苗 二十大的召开 可能会让习近平处于更安全的位置 以推行他喜欢的政策议程 但不会让新冠病毒奇迹地消失 当然 如果中国不刻意改变路线 他和他的人民可能会面临 相比大流行本身更可怕的后果 王延忠教授说 中国将不得不撤除清零政策 要不然 中国的经济恐怕真的永不翻身了 虽然如此 习近平并没有给出任何取消清零的暗示 相反 中国现在的发展 给出更多的理由让人相信 清零会长久地维持 主中国记者Bibak Bandari 在上周五发推报道 上海再次发生这种情况 一些公寓大楼被围起来 因为该市又发现几个新冠病例 这是我朋友的地方 离我的大楼只有几条街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视频 认为在二十大之后清零结束的人 看完上海这个视频 不知道有没有点灰心呢 不过咱们假设 清零真的在二十大之后结束 这也不见得健康码和行程码 会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 这位网友发推报道 宁波市政府决定对当地的所有河南人 赴红码 总体来说是6.3万人 突然间哪里都不能去了 另外 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 已经开始给健康码和行程码 起另外的名字 这些改变 看似正在准备 让这些二维码 在疫情过去之后继续适用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 清零会在二十大之后结束吗 因为清零政策 而诞生的健康码和行程码 会在取消清零后继续生存下去吗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 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不过首先我想感谢一下 所有为李文亮医生 留言纪念的网友们 通过你们的努力 我们可以保证 中国这个真正的英雄 永远都不会被忘记 网友大陆人 回应了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天说 李文亮医生永远活在 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 网友Richard C.无奈地说 有时 说真话和常识 在最大佛国是莫逆之罪 我看了半天 不知道为什么称中国为最大佛国 有知道的网友们 请在评论区里给我扫扫忙 网友钟正雄回应了 所谓的习近平在六四后写的论文说 在中国到了市县委书记这个级别的人 基本不可能自己写任何文章 小学毕业生就更加不会 最后这位网友星辰说 清零宗会被载入史册 永远铭记正在经历的这张写入历史的耻辱 节目的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历史学者张立凡 发了天安门广场周围的一个视频 并说 这是怎么回事 喜迎二十大 哇哦 政府在二十大之前 对于大众的管控 逐渐变得越来越严厉 与此重拾 与些中国的粉红人民 也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 这位网友转发了下一个视频 并说 10月7日 天津 一位市民没有核酸坐公共交车 被众人侮辱谩骂 我都差点忘了 大多数中国人 很多是因为没有被风控打击 非常支持清零政策 正所谓 站着说话 不腰疼 虽然有些人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 还有些人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勇敢抗议的人们 非常强烈地反抗了官方的执法人员 网络媒体新闻调查发推说 警察的手枪对百姓的石头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视频 中文字幕提供 按照常规 北京召开大会的时候 买菜刀需要实名制 这样下去 恐怕在二十大之前 北京需要来个大清理 保证城市内一颗石子都没有 我们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期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